发挥慈悲 抢救生命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今天是菩提大登论的第二堂课 上次提到我们这次课程 是从比较基础的内容讲起 所以我觉得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 我想要尽可能地讲得细致完整一点 这样会比较好 那么在进度方面呢 就稍微慢一些 但是呢 在论诸当中提到的或者是相关的每一个佛法中的概念 要点我都会尽量地讲得仔细深入一些 对初学者来说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入门课程 而对那些学过一些佛法的人 可能有些概念 理论学得比较零散 或者说是不够严谨 那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把这些基础知识都整合完善 而且更加详尽的全面学习的过程 总之呢 就是希望通过这次的这个课程 大家都可以对佛法有一些比较正确和规范的学习和了解 那么上档课呢 我们讲到了这个 在宗喀巴大师所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 说明了为什么菩提道登论 相比与其他的阿迪西亚尊者所说的这些 所写的这些著作 更为殊胜的原因 之后呢 又讲到了相比与其他的佛法论著 登论为什么与众不同 这里列举了四个原因 来说明这个登论的特别之处 第一点呢 就是它包含了 包含而且融合了 佛陀的一切法教 让我们了解到 无论是显密 还是大小寸法教之间呢 都是不违和 而且都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解这个登论不同于其他论著的第二个特别 我们通过学习它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其实一切的佛法经典和论主都是实际修行的口诀 具体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佛经当中说只有佛陀能够完全正确无误的告诉我们取舍之道 也就是能够成就正确实和究竟利益的方法 那么佛所说的这个经典和密序 当然就是最殊胜的口诀 但是呢 像我们这种凡夫俗子 无论是智慧也好 还是这个理解的力都非常有限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很难凭着自己的能力 通过个人的这种独立思考去了解和通达这些经论的内容 所以呢 就为了能够就是更加的透彻 更准确的去了解的话呢 我们就得通过这些那些往昔古德圣贤 所留下来的这个论主和口诀来帮助我们去了解 这样就会很容易的 这样就会更加容易 更加简单 而且呢 我们还因此能够更加直接的掌握和这个抓住 那些经典密集当中的这个精髓和关键 要不然的话呢 让我们直接去看佛经或者一些论典的话 可能就会很可能就很难看懂 那别说是就是实际的操作了 所以呢 这里有点像是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科学名誉啊 有些学者呢 就有些科学家们呢就做研究 发表专业的这种学术性的著作 另外呢 还有一些科学人员呢 他们在做的这个事情呢 类似这个教育的工作 他们主要是来教授 引导他人走进这个科学领域的 所以呢 他们撰写的文章啊 就比较类似科普教育和应用这一方面 那么往昔这个佛陀古德的这些 经论呢 就有点像是专业科研论文 而这个口诀呢 就有点像是科普教育一类的这个书籍 所以呢 让我们这些可能还算不上是精通佛法的 这个初学者来说的话呢 直接去读那些高深的啊 学术性很强的著作 会有一些吃力 但是呢 如果我们多学习那些科普啊 教育类的这些从书 就会容易啊 简单的读 所以呢就是口诀呢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经常啊都在说啊 也就说要找一个上师在他面前求得口诀 那我们想一想真正的口诀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什么叫做就是说啊 甚深的口诀呢 那口诀呢 当然呢就是当我们学会了这些口诀之后呢 如果可以更容易更清晰和这个透彻的去了解佛陀古德们的这种教言 而由此 而由此产生定解 这就是真正甚深的口诀 换句话来说 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可以借助这些口诀来让我们彻底通达佛教经论啊 从而切身体会到这些经论所阐述的这个教法 原来是这么的正确啊 这么的实用 有时候就想起这些经论中的话的时候呢 会突然感觉会突然感觉到啊没错啊 正是这样啊或者觉得啊 这个经典里面说的是非常倒霉非常精辟 如果让我们心中可以由然而生啊 这种对于佛法的强烈的构名和赞同感 那么这才是真正的口诀应该起到的作用和会得到的效果 达到的效果 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学到的口诀并没有让我们产生一种对经论啊 更加的笃定确认的感觉的话呢 或者说是让我们觉得更迷茫啊 或者更困惑了 甚至说他可能都不太符合经论中所说的内容的话的啊 内容的话呢 那我们得可能就要小心一些 也许需要原来这些苦权了 另外呢就是一提到这些经论啊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 这都是一些非常笼统啊 概括性的教法 甚至说只是为了啊 那些真正的核心关键的修行的秘诀啊 那些可以真正让我们就是要到病处 一针见血的那些深深教法 则是另藏他处啊 隐蔽在什么不为人知的地方 如果有这种想法 那可能就是我们太不了解 经论啊 到底是什么 这种想法是不正 其实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而且会出现犯法的情况 啊 所以说呢 就是阿迪夏尊者的这个弟子 有一位弟子啊 叫做善知识Nanjoba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个 这么一句话啊 什么是对口诀真正的融会贯通 啊 并不是说你对手掌心那么小的秘诀 产生了某种定解 而是说你终于开始认识到啊 原来所有佛陀的法教 都是针对我们修行而给出的教授 所以呢 那就是虽然佛法啊 涵盖了我们修行所需要的所有的教授 但是呢 它一定不只是理论 更多的是就是告诉我们 很多如何去应用的内容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佛法当中 包含了两个部分 两大部分 就是教法和正法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教正 世青菩萨所写的这个阿比达姆据说论当中 佛正法有二 为教正为题 为教正为题 有迟说行者 此便助世间 这个白话来说的话呢 佛陀正法的本体分为两种 一种是教法 一种是正法 如果有人能够去正确的演说 开示佛陀的正法 那么佛陀的法教就会留住世界 而如果有人能够依教奉行 将这些理论进行实践和应用 那么佛陀的正法就能注实 所以说呢 这个佛法是由教正两者构成的 而且是同等重要的 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 教法是什么 就是教法就是教导我们 如何去修行的方法 比如像是一些道理啊 理论啊 类似学术的东西 比如所有的这些经论啊 典籍等等 都可以属于是教法 那么正法呢 就是把教法里面学到的内容啊 应用在生活当中 融入到我们的内心 转化成我们的观念和习惯 让我们可以生起一种觉受 把我们的这个思想行为啊 渗透 行为都渗透和气和佛法的一种感觉 也就是说 把学到的这种佛法 知识 用在自己的 自己身上了 有了体悟了 这就是正法 所以简单来说 教法就是教给我们 取舍之道 正法就是在我们的生活 就是生活当中 实实实在在的按照它去取舍 哪怕只是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基本上呢 就是 时时刻刻都会面临着无数的选择 甚至包括说每一句话 或者考虑今天想要吃什么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取舍 所以生活中的这个取舍呢 不仅仅是跟那些大的决策有关系 也不一定是跟我们认为的 就是跟佛法有关系的事情 才有关系 其实呢 我们的每一个念想 思维中 很细致的一些念头 都是需要去练习进行取舍的 而且呢 有一个重点是 取舍并不是说 按照我们心中觉得 那个对的事情 或者说是想法去判断 而它是需要去符合佛法的道理 和教授 这就有一点困难 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觉得 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就是对的 但是呢 在学习这个取舍之道的时候 我们要先放下 我们自己的这种观念和立场 主张或者主见 要首先想想佛法是怎么说的 佛法是怎么讲我们的 然后自己去参 去琢磨 去想办法 呼应符合佛法所说的内容 这才是将佛法融入到生活 如果我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这种观念 始终都在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的话呢 那这个跟这个修行是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啊 退一步来说的话呢 如果我们的所想所做的事情 真的都是对的话呢 那就没有必要我们去学习佛法了 也没有必要去追求什么解脱了 因为我们已经解脱了 我们已经 就是有点像是成就了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经常去反观自己 一定是自己的一些理念 想法不太正确 我们才需要修行和学习佛法的 应该是我们学习 所以应该是这样吧 虽然这个不是 就是我说的那么简单 但是我们要去试 噶丹派的祖师 詹明敦巴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平时学了很多法 但到了真修实练的时候 还要去找别的办法 那是不对的 这个呢就有点像 我们比如说我们学做菜 比如说菜谱或者教学视频 就像是佛经论典 是教证 那么我们得亲自下厨 亲自自己去操作实践 去做这道菜 这就是正法 那好不好吃呢 就是有点像你的境界 所以呢 要学会做菜 纸上谈兵是不行的 就算是把这个菜肤倒背如流 也是你没有办法吃饱的 也要自己真的去厨房 动手练习 才能真的学会 这就是修行 接下来呢 就是登论的这个第三个特点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直接领会 或者说是体会到佛陀的秘义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去明 去比较容易的明白 佛陀的这个观念到底是怎样 或者说是它的用意是什么 那当然呢 这个佛陀的这种观念和思想 当然是非常深奥 不可思议了 但是呢 由于这个登论 它囊括的这个内容呢 非常的广泛 又很完整 直直观样 所以呢 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 提悟到这种佛陀的秘义 具体的原因和内容 秘义 但是呢具体的这个原因和内容呢 我们就是先不要 就是先不要多说啊 后面我们随着这个登论的学习呢 就会越能体会到这一点 所以呢 我们就这里就先不用多做解释 然后呢 再来就是这个登论的第四个特点啊 嗯 再过来说就是它可以让我们自然而然的避免和消除一些很甚深的罪业 甚中的罪业 什么叫做甚中的罪业呢 啊 这个《妙法莲花经》当中啊 说过啊 假如我们不认为所有佛法都是带领我们直接或者间接的成佛的方法 或者说甚至认为就有些法是成佛的办法 而有些是障碍成佛的 或者有些人认为啊 佛法是有好坏之分的 或者合理或者不合理之分 有大小之分等等分别的 或者说是甚至有些人认为啊 有的法是菩萨应该去学习 有的法是菩萨呢 就根本就不用学 那么 这样就会容易造成棒法罪 这里我们要注意啊 这里说认为佛法有大小乘之分 或者说大小之分 就会造成半王半法之罪 指的不是说我们去这些分类佛法的意思啊 我们去这样分类佛法的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如果有些人认为啊 大小乘有高低之分 或者尊卑之分 或者说是有看不起 轻视小乘 或者对大乘有一种优越和这种 骄傲的想法的话呢 这样就会造成 就会棒法罪 大小乘之间呢 只是他们的这个 针对和对象的目标不同 针对的这个对象和目标不同 小乘呢 只要针对的是自己的解脱 而大乘呢 则侧重于这个众生的度 他们在这个承担 或者说是责任不同 所以呢 两者之间呢 其实并没有好坏 或者优劣 或者高低 这样的分别 如果想要学习佛法的话呢 你想要有所成就 更要就是利益终生的话呢 那么就要就是两者兼备 缺一不可 那么讲回这个灯论的这个特点啊 这里所谓的这个慎重罪行 指的就是舍法棒法的这种罪行 那么为什么它叫做慎重罪行呢 因为棒法的这个罪呢 比五五间罪更加深重 所以呢 我们一定不能掉以信心 当然了 会导致我们误入 棒法歧途的这个原因呢 原因的这个动机呢 可能会有很多种 但是呢 主要都是因为 刚才我前面所讲的这种 对于这种教法跟传承 心中持有偏见 甚至发生这种分歧 或者争执 这样的话呢 就会容易造成棒 这种棒法的 重罪 所以呢 如果我们通过学习登论 而了解其中所讲的这种 所有佛法都是互相融合 而不相违背的这种观念和道理的话呢 慢慢就会产生一种 一切佛法都是相辅相成的定解 如此以来呢 就是棒法这样的这个重罪呢 就会自然就不会发生 所以这就是它的一种特点 以上是我们 就是恩论相比于其他的这些论点 与众不同的四个原因 也就是四个特点 那么了解了这个登论的出胜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应该要讲讲这个 它的作者 阿底下尊者 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 这个阿底下尊者 也知道他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呢 他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那我们得要先了解一下 藏传佛教的这种历史背景 比方说 佛教是如何传输藏地的呢 又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阿底下尊者不远万里的 来到藏地广传佛法呢 我想如果要更深入的去学习 这个藏传佛教 了解他的这种一些渊源和历史 我认为是十分有必要的 我们从这敦煌遗址中出土的一些 类似中藏对照的文献当中呢 我们发现 那时候把藏文的 B 意思呢 就翻译成中文的土拨 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一些有关这个唐代的文献当中 会见到类似大波国或者有些人念大藩国之类的这种词汇 因为这个B指的就是吐蕃 大呢 就是有点像是一种尊称 有点像是大唐啊 大明啊 大清啊 这样的意思 那么吐蕃这个词具体的这个源流呢 我们还不 还不是很清楚 虽然有很多说法 但都算是猜测 总之呢 在很早以前 大概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啊 西域有意 古国称为吐蕃 他们那里 称国王为赞卜 那赞卜呢 就像是大多数国王一样 属于是施洗制 那么到了公元七世纪初的时候呢 吐蕃就出现了一位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赞卜 人们呢 叫他松僧干部 当时的汉帝呢 正是唐朝初起 那么说到这儿 松僧干部呢 他的 这个 功绩 有很多 比方说 他在位期间呢 不断的对外扩张 征服了周边的很多的部落和藩树国 完成了 土国 土国帝国的第一次统一 而且 定督于拉萨 不仅如此呢 他也进行了全国性的统治管理革新 比方说他完善了整个官吏制度啊 还有呢 制定和颁布了法律 为了繁荣经济实行了 这个 均田制等等 总之呢 他对当时的这个土博的发展和发展和进步是功不可没了 上述的这些 叫什么 上述的这些伪业呢 虽然就是非常重要 但是呢 那只是比较一时的影响 他曾做过两项大业 这是真正对世世代代的后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哪两项呢 一个就是他创造了藏文的文字 那个时候的这个藏文呢 只有口语交流啊 并没有自己的文字 于是呢 这个松僧干部 派 就特派学者 远赴印度 升藏 然后呢 回到土博 经过多年的这个研究了 最后创造出了一支 沿用至今的这个藏文文字 那么说到松僧干部的第二项大业呢 就要谈到佛法 但是 关于这个如何传 佛法传入到这个藏地啊 这个话题呢 就众说纷纭啊 有很多说法 但是呢 一种比较有据可循的说法认为呢 佛法是由松僧干部引入藏地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方面呢 那个时候的这个土博啊 西陵 印度 东陵 唐朝 而这两个地方的佛教都是处于非常兴盛的时期 所以呢 松僧干部有可能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另一方面呢 呃 由于他迎娶了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呢 就是来自于大堂 而 那么 那自然是 呃 推崇佛教啊 所以呢 也有可能正是因此啊 让松僧干部对这个佛教产生了进一步的好感和亲切 总之呢 松僧干部决定将这个佛教引入到藏地 并且开始建立一些寺院 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佛教啊 在土博也是刚刚兴起的这种阶段 然后呢 并没有成为主流 所以可能并没有像现在这么有规模的这个寺院和僧团 也许那个时候呢 只是建了一些类似于比如说 呃 祭拜祖庙啊 这样的佛殿 专门用于这些赞卜或者一些皇亲贵族来礼拜 还没有建立起藏人自己的僧团啊 或者说这种学院 那么 刚刚提到文成公主原家土博啊 传说 现在拉萨大昭寺的这个九卧佛 也就是 呃 佛陀的这个十二岁等身相 呃 啊 至尊求佛佛在藏地啊 世世代代的都是藏族人 最 啊 这个 尊敬和摩拜的对象 很多藏族人医生当中呢 如果有幸能够不远万里的朝拜一次 呃 也就死而无憾 他可以说是藏地最重要的 呃 最重要和最珍贵的一尊佛像 那我们回到接着讲这个松增冠博啊 自从这个佛教引入土博之后呢 在松增冠博之后的就是 呃 四任 呃 三部都推崇佛教 直到 赤松跌政 啊这个 直到赤松跌政 也就是松增冠博之后的第五代 嗯 那时候就佛教在土博受到了冲击 赤松跌政呢 这个生于公元七八四十二年 然后呢 在七八五十五年的时候继位 他继位的时候呢 就只有十三岁 嗯 那时候就唐朝呢 他正值这个安时之乱 啊 所以呢 他在位的这个三十 在位三十四十二年当中呢 啊 唐朝先后经历了四位皇帝 从这个唐 从这个旋宗啊 啊 李荣基到这个德宗 李氏 总之呢 这个赤松跌政登基的时候呢 比较年幼啊 只有十三岁 所以呢 基本上在当朝的这个 那些宰那些宰相大臣来掌权 那那些大臣 很多的大臣呢 他们不太喜欢佛教 他们说这个佛教啊 啊 不是我们的就是啊 祖宗的这种啊 啊 信仰的 就是我们的 不是我们祖宗信仰的啊 啊 祖宗的信仰 所以呢 就是不适合我们藏体 然后呢 反正就是有种种原因呢 那些大臣们呢 就是啊 就是打压佛教 不仅颁布了禁令 而且驱逐了啊 有些当时在就是土拨的啊 外国的高僧 啊 拆毁了很多的寺院 并且呢 连这个九五佛都移出了拉萨 啊 虽然呢 就是当时这个赤松跌政呢 就是年纪上轻啊 但是呢 他也隐约感觉到 这个先帝呢 啊 他的这些啊 爸爸爷爷啊 这些先帝们啊 都推崇佛教 那肯定有啊 有原因的 所以呢 就是佛教 并不可能就是 那些大臣们所描述的那样可怕 于是呢 他就啊 就慢慢的就是啊 对佛教有兴趣 然后呢 就后来就是 就是他 他 请了一些老师 然后呢 学习 和了解佛法 后来呢 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 这赤松跌政 也慢慢的就是 有机会就清正 那些好像是那些 不喜欢的那些佛教的那些大臣 也慢慢的就是 离开人世了啊 所以呢 就是直到这个公元769年的时候 他终于镇压了反佛教势力 接着呢 就先是派使者去大唐取经 学法 后来呢 又 签人去 请来了 当时在尼泊尔的 呃 当时住在尼泊尔的这个著名高僧 晋户大师 这个晋户大师呢 他是学士渊博啊 啊 精通显密 尤其是中官派的呃 著名学生 所以他抵达啊 吐蕃之后呢 受到这个赤松点子的拥戴 并且呢 啊 受邀传罚 然而呢 那个时候啊 吐蕃发生了一连串 莫名其妙的这种灾祸啊 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呃 有个宫殿被洪水冲走了 还有不达拉宫所在的红山 呃 贝雷呃 贝雷批众啊 等等的祸食 所以呢 那些还残留的或者说是 还是不喜欢 反佛教 就是不喜欢佛教 反佛教势力的又开始啊 煽动民心 啊 养言啊 这些呃 这个灾祸都是由于信奉 佛教啊 就惹怒了 或者说触怒了那些 呃 吐蕃世世代代祭拜的神明 呃 才导致的 所以都是佛教惹的祸啊 迎来的灾难啊 啊 搞得人心惶惶 然后呢 这个增破也没有办法 无奈之下呢 这个 赤松天赛呢 只能把敬乎大师送回啊 啊 呃 避难 这个时候呢 这个进乎大师呢 就告诉 赤松天赛 啊 如果要平息在乎啊 复兴佛法 让这些人就是心服口服 那你也需要请一位 就是说 呃 有 具有 大威力的 也就是说有神通的 这么一位 啊 就是 大师 那就是什么呢 那是谁呢 那就是 梁花生大师 他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上 啊 他是就是 呃 最有力量的 啊 就是人 所以你一定要请他 才能可以 就是 复兴佛法 所以呢 不久呢 这个赤松天赛呢 迎请了莲师进葬 那莲师的故事呢 啊 是非常非常精彩 精彩的啊 而且呢 我相信很多人 也对这个莲师有 非常信心 所以呢 莲师在吐蕃如何降服群神 重振佛法的呢 那我们下周继续啊 所以呢 啊 今天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节 耶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内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顺伯和老伴 在城镇里 每天早晨都会看到一位清扫街道的阿伯 他无儿无女 老伴也在多年前去世 他在打扫街道的时候 会顺便解释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 或纸张等回收物品 来换点钱补贴家用 阿顺伯 看来今天收获又不少啊 还行啦 又有多十几块的收入啦 他话刚说完 路边的草丛里窜出了两只野猫 他们朝着阿顺伯喵喵地叫着 哦 猫儿们 你们是听到我的声音便来讨吃的嘛 来 我这儿有吃的 你们一块 我一块 吃了就不饿了 吃吧 阿顺伯 你赚点钱不容易 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吃 干嘛还要喂养这些流浪猫呢 他们比我更不容易呢 天天吃不饱还得受别人欺负啊 哎 阿顺伯 你真是好心啊 阿顺伯虽然收入不多 但他心存善念 每当看到有人或动物遇到困难时 总会出手相助 哎呀 发生什么事情了 阿顺伯急忙寻射望去 只见前面一家餐厅门口拴着一只大狗 那只狗正在发出一声声悲叫 而餐厅门口的小黑板上写着 今日特色菜 炖狗肉 阿顺伯急忙赶过去 那只狗看到阿顺伯后含着泪发出一声哀叫 王老板 你不会是要将这只狗给宰杀做菜吧 阿顺 是你啊 没错 这只狗是我刚买的 一会就要杀掉盾了 王老板 你把这只狗卖给我行吗 哦 阿顺 你这是又善心大发了吧 不过我劝你还是不要管它了 你辛辛苦苦一天能赚几个钱呢 何必花这冤枉钱啊 你也知道我平时孤苦伶仃一个人 很早就想养只狗跟我作伴了 你要养狗的话 最好养只小的 这只狗太老了 活不了几年 所以它的主人才将它卖掉 你买这只老狗养了不划算呀 我年纪大了 养只老狗正好当老伴吧 王老板 你说说这只狗多少钱吧 我想买下它 你真是太心善了 这只狗是我花了三千块买回来的 你真想要的话就给我三千块好了 嗯 好的 没问题 钱给你 狗是我的了 谢谢你 没事了 我们回家吧 阿顺 你每天辛辛苦苦赚不了多少钱 却掏出这么多钱买一只老狗 这样做值得吗 当然 这只狗很通人性的 我想它一定是个好老伴 对了 以后我就叫它为老伴好了 就这样 阿顺伯便和这只老伴生活在一起 为了让老伴的身体强壮一些 平日里省吃俭用的他 决定买几个包子来为其增加营养 老板 麻烦给我来两个包子 哎 阿顺伯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怎么舍得买包子吃呢 哈哈 最近家里多了个老伴嘛 他身体弱 我买点包子给他吃 哎呀 阿顺伯 你找到老伴了呀 恭喜恭喜 来 这是你要的包子 谢谢了 不过我说的老伴是老来伴 是一只狗 啊 他真是个怪人 自己平时都不舍得吃 却买包子给狗吃 真是搞不懂他呀 老伴 来吃饭啦 老伴 我们今天吃包子 来 你尝尝 味道非常棒的 说着 阿顺伯将一个包子 放进了老狗的石盆里 老狗看了看餐桌上的食物 然后又看了看自己石盆里的那包子 他叼着城有包子的石盆将其放在了阿顺伯的面前 然后张嘴叼起了一个馒头 趴在地上啃了起来 他这是自己舍不得吃而留给我吃啊 真是一只懂事的狗啊 来 吃吧 我俩一人一个 这是你的 那个是我的 你看 我已经开始吃了 你也快吃吧 老伴真是通人性啊 在这个特殊老伴的陪伴下 阿顺伯感觉不再那么寂寞 每天清晨 老伴会跟随他一起出门工作 这天 阿顺伯正在清扫着街道 这时候 老伴一下子朝路边的花盆跑去 不一会儿 他叼着一个空瓶子 跑回了阿顺伯面前 阿顺伯伸手 将老伴嘴里的空瓶子取下 放进随身带着的大袋里 接着 老伴又继续跑走 去寻找空瓶子 哎呀 你这只狗可真聪明啊 竟然还能帮你干活啊 是啊 他很懂事的 咦 钱包 老伴 这个钱包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啊 来 我看看 哎呦 不少钱呢 难怪人家都说来只狗 年年有 你的这只老狗 真的给你带来了财运啊 这钱不是我的 我不能要 再说了 现在丢掉这个钱包的主人 该有多着急啊 老伴 走 你带我去你捡到钱包的地方吧 哎 都说好心有好报 他那么心善 为什么生活却这么辛苦啊 老伴 你就是在这里捡到这个钱包的 丢钱包的人一定会回来找的 我们就在这里等等他吧 阿顺伯和老伴在那里等了十几分钟后 一位神色焦急的中年男子出现了 哎 看来是找不到了 你在找什么啊 我的钱包掉了 我一路找来都没找到 难道是掉在公车上了 你的钱包是什么颜色的 里面有什么呢 是褐色的 里面有一些钱 钱丢了倒是没关系 我有几张重要的支票在里面呢 你看这个钱包是不是你的呢 哎 没错 这就是我的钱包 真是太感谢你了 谢谢你 不用客气 找回来就好 可千万别再弄丢了 先生 这钱你拿着 送给你 你这是干什么 我要是想要钱的话 也不会把钱包还你 好了 你赶快忙你的吧 我也该下班了 走 老伴 我们回家了 这人真是个好名啊 就这样 好心的阿顺伯和老伴 每天都省影不离 一起工作 一起生活 这一天清晨 外面弥漫着大雾 阿顺伯又拿起工具 准备外出清扫街道 老伴 今天外面的雾太大了 我也不捡瓶子了 你就在家里等我吧 你还要跟着我啊 那好吧 你就跟我一起去吧 今天我们早去早回 街道上浓雾弥漫 阿顺伯正在打扫着马路 一辆车行驶过来 一个空旷卷水瓶子 砰的一声 从车窗扔了出来 落到地上 哎 又乱丢东西 这大雾天能见度低 万一被摩托车压到 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 就在阿顺伯 弯腰去捡食 那个空瓶时 一辆机车快速地行驶过来 你慢一点啊 这么大的雾 行那么快多危险啊 你这就不懂了 这段路平时就很少有车 更何况是大雾天 在这种天气都开着车灯 以我们现在的速度 一旦发现前面有亮光 刹车绝对来得及 警觉的老伴 用那灵敏听力 感觉到了那辆机车 正朝阿顺伯行驶过来 为了保护阿顺伯 他转身飞快地 朝那机车跑去 既然让阿顺伯离开来不及了 那就用自己的身躯 来替他阻挡危险吧 老伴 你要去哪里 老狗跑到机车面前 然后一下子朝其扑了过去 砰的一声 老伴被撞飞 机车倒地 哎呦 怎么回事 糟糕 怎么突然窜出一只狗来 哎呦 怎么又冒出个人来 老伴 老伴你怎么了 难怪他会突然朝我们扑过来 原来是想保护你啊 他伤得不轻啊 赶快送到动物医院吧 老伴 这只狗伤得很重 要想将它治好 费用太高了 我看你还是重新买一只吧 反正它的年纪也那么大了 不 我一定要救他 好吧 那请你先交五千元的押金吧 啊 五千 这么多钱 所以我说还是不要救他了 花费太高了 不 一定要救他 我这就去取钱 不必收这位先生的押金了 啊 啊 是你啊 这家宠物医院是我开的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将你老伴免费治好的 谢谢你 真的非常谢谢你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 老伴终于恢复了健康 对于阿顺伯来说 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情了 所谓爱出者爱反 福王者福来 互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我喝菠酒波罗蜜 我喝菠酒波罗蜜 我喝菠酒 但是我要教大家 你要伴免费 你不要喝菠酒 我喝菠酒 我喝菠酒 没喝菠酒 我喝菠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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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都不喝菠酒 他喝菠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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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